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阿拉巴马州要求延长同性婚姻禁令的申请后 阿拉巴马实际上成为美国承认同性婚姻的第37个州 但是一些同性夫妇却感到失望 他们去领结婚证时遭到拒绝 我们本来希望今天是我们被阿拉巴马州政府看作是在法律意义上互不相干的陌生人的最后一天 我们等这个等了33年 太失望了 几对同性夫妇申请结婚证被拒绝 发给他们的是一份由阿拉巴马首席法官莫尔签发的法令的复印件 莫尔说联邦法官有关同性婚姻禁令违宪的裁决不是法律 他的理由是联邦裁决不适用于州法官 而且只有他才有权对该州发结婚证的法官发布命令 我认为联邦政府没有重新定义婚姻一词的权利 莫尔说取消禁令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后果 他们会止步于一个男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或一个女人和一个女人结婚吗 还是说他们还想要多配偶婚姻或者妇女母子结婚 2002年莫尔还违抗了另一项阿拉巴马的联邦裁决 那时他在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所在的大楼里树立了一个巨大的纪念碑 碑上刻有圣经十戒 在有人上诉联邦法院认为纪念碑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禁止支持宗教的条款后 联邦法院裁决说纪念碑必须被弄走 但是莫尔拒绝了 而且在2003年被免去首席法官这个公职 2013年他再次当选并就任该州的首席法官 人们把莫尔这星期的举动与阿拉巴马州前州长乔治·华莱士 曾经采取的一个行动相提并论 华莱士支持种族隔离 也违抗过联邦法律 与此同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示 今年将听取美国宪法是否保证所有美国人 拥有同性婚姻权利的陈述 VOA卫视布洛克华盛顿报道